人们常说过完元宵才等于过完年 那虽然在疫情笼罩之下 本地华人今年过元宵节的气氛是稍微平淡了一些 但是在中国那边呢 随着当地逐渐摆脱疫情笼罩 牛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中国各地都张灯结彩 刮起了灯笼闹元宵 民众扶老歇幼 趁着佳节去赏花灯 我们接着就透过镜头一起到当地感受一下 传统戏曲 杂戏表演 再到台上表演者再歌再舞 唱出今年就地过年的心境 作为中国央视历年传统的元宵晚会 今年以花好夜园为主题 阵容豪华 观众们都带着印有浓浓新春气息的 中国写口罩出席晚会 元宵写晚上 在北京市其中一个灯会 满街花灯会在争奇斗艳 街道上除了集满趁着佳节 出来赏花灯的民众 小朋友也兴奋地和花灯合照 虽然需要戴着口罩打卡留念 但是却阻挡不了民众脸上的喜悦 镜头来到四川 这夫人家除了自制灯笼 让家中小孩猜灯迷 也会一起搓汤圆度过元宵节 不过最特别的 莫过于全家聚在一起捏豆面灯 长辈们负责搓揉面团 大人和小朋友们则按照自己所属的生效 不到三两下功夫就捏出了徐徐如生的豆面灯 虽然特别讲究制作工艺 但是将豆面灯拿去蒸熟之后 还不算大功告成 还必须加入食用油来点亮 祈求新一年风调雨肾 健康平安